记者李新峰台北报道,蔡政府执政届满二周年,如何落实转型正义受瞩目? 行政院已核定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5月31日挂牌运作,促转会下设四个任务小组, 由促转会副主委张天心与叶宏林等三位专任委员负责召集推动。 目前已完成分工,包括,研究、规划及推动开放政治档案,叶宏林,清除威权象征, 保存不宜一致,扬粹,平复司法不法,还原历史真相,并促进社会和解。 张天心,不当党产之处理及运用,彭仁玉、蔡英文总统与行政院长赖清德531当天都将出席促转会的揭牌仪式, 预定由蔡总统发表有关落实转型正义的重要谈话。 促转会并敲定内部编制,包括招募约聘雇人员,以及从各部会接调人士、会计等单位当人力, 编制共74人,有关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及相关政治犯, 及早年持有的现金、黄金、不动产等财产在当年国民党执政时期遭没收充公, 面对不少受难者及其家属要求应返还或赔偿财产。 知情官员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,这部分将会面对、处理。 据悉,政治受难者当年遭侵占的财产应如何返还或赔偿,包括如何计价与认定,问题相当复杂。 过去曾有受难者家属主张因当年加害的是国民党政权,因此应由国民党党产赔偿。 立法院5月8日通过促转会政府主委黄黄雄、张天新等9位促转会委员的人士同一权,高层原规划促转会520挂牌, 但因促转会位于台北市安和路的办公地点先前遭到抗议, 部分蓝营民代与当地居民反对在当地设办公处所,造成新办公室装潢工程略有言道, 不过,目前已侨定改在31日接台,据悉,促转会专任委员彭仁玉对白色恐怖、 为安抚等政治暴力创伤,以及以精神分析为基底的心灵疗愈等问题有深入研究, 未来也将负责处理有关政治受纳及其家属的心灵抚慰与平复。